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绍豪 好而欠 好有钱 欢迎你收看节目 本周的股市动力十足 Dow Jones占在17000点 S&P 500也是接近美国开国以来的2000点的高点 NASDAQ更不在话下 是过去14年来的最高点 在3D的氛围 黄金低 油低 还有整个利息更加的低 整个氛围都非常的好 特别市场非常的期盼 这个weekend Jackson Hole的开会 如同正常的一般的预期 明年第三季才加息 所以主播我倒是要来谈一谈 所谓联储局 Jackson Hole Meeting 他们开会 鹰派跟鸽派两派之争 鹰派希望早一点加息 鸽派维持缓慢加息 两派的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鹰派的理由 看第一张图 鹰派加息的第一个理由认为 整个就业的市场失业率持续的下降 已经到了6.2% 非常的好的理由 我们看看鹰派的第二个理由 下一张图 对了 一个月创造的市场的就业机会 有20万人 20万的价够多了吧 所以鹰派有两个充分的理由 那以鹰派为首的鸽派 缓慢加息 他们的理由又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下一张图 鸽派的理由 就是过去40年以来 没有像2014年 今年以来 整个美国就业市场 劳动力如此之低 工作的人口如此之低 因为长期失业的人太多 有2000万人 一个礼拜工作少于40个小时的 也太多了 那鸽派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我们看看最后一张图 对了 有名的U6 rate 失业率 整全失业率 加上长期失业 还有一个礼拜少于40个钟头的 应该有13个percent 不应该如鹰派所说的 6.2个percent 两边都有理由吧 智慧人的话语是 殷勤筹划的足智风域 做决定太快了 就必缺乏 我们也非常地感谢联储局 有鹰跟鸽之争 因为他们变得越多 鱼棒相争 市场就继续地得利了 希望今天的节目 对你有一些启发 好而欠 好有钱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